你好,我们环球邮报台北新闻的读者们,五三九们,会员们,大家晚安。 那么社长位置呢,正在台北金四楼吃晚餐,点了一个银牙鸡肉,然后点了一个炒面,还有点一个春泉。 那么来自可靠的消息,社长常常前往西门町四楼红包厂,台北红包厂四楼的汉申歌丁,即将结束营业到月底。 这个震撼人心的新闻,这个西门町红包厂目前为止还剩下大概就是四间,剩下这间后变成剩下三间。 这非常震恨的新闻,经济不景气,房东大概要涨价,或是山东他自己要收回来。 所以说我们人在不景气的时候要跟不景气去对抗,千万要记住,这个钱没有那么好账, 你唯一方法就是跟社长在那边签个牌,赚个小钱为生,这是最实在的。 这也没什么好讲,也就是今天来自西门町四楼汉申歌丁红包厂的消息, 这个移而到礼拜这个下下的月底就结束了。 这个是社长来自台北金四楼的报道。 这个是社长来自台北金四楼的报道。 我们最经历的过程中从来自台北金四楼的报道中、